Hello 觀眾朋友,我是Kai1 今天我們來分享這一支Canon的8-15 魚眼鏡頭 這支鏡頭是租來拍攝一整天MV用的鏡頭 那我想說拍了一整天 應該來分享一下使用心得 這支鏡頭跟GoPro的視角其實非常非常的接近 根本就是幾乎重疊的視角 如果你喜歡黑色的圓形外框 你可以直接開到最廣 8 那如果你不喜歡外面的黑框效果 你可以開啟鏡頭上面有一個鎖定功能 它可以限制你只能從10變焦到15 那我要講一下幾個我發現的缺點 就是它的鏡頭蓋其實還蠻容易鬆脫的 你根本不需要 第二個缺點就是鏡頭蓋拿下來之後 這個鏡頭非常的突出 超級可怕 你隨時都想要把鏡頭蓋蓋回去 第三個缺點就是它的對焦聲音其實還蠻大聲的 但是還蠻迅速的啦 那如果要手動對焦的話我就覺得有點難度 因為它30公分跟1公尺的標 超級接近 轉一點點就會超過 這支鏡頭算是非常的輕 我拿一整天都沒有什麼手痠的問題 這支鏡頭對焦距離超級近 焦平面15公分 真的 超級容易碰撞到物件的 因為真的超級靠近 這支鏡頭其實已經很老 它2010年上市 那可能當時 這支鏡頭的視角非常特別 但是現在 因為有很多運動攝影機啊 都已經有這種廣角語言的效果 這種 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 那到底誰還會需要這顆語言鏡頭呢? 第一個你需要變焦 你需要對焦 還有你需要世界上最好的影像品質 那這一顆鏡頭還是你的第一首選 OK 這是我們今天的Canon 8-15的快速分享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個影片 還有一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攝影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